三月份的小雨吸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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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 下个不停 你好星期六周深来了 哪里有周深参加的综艺节目 哪里就有欢乐 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 大家都能感受到非同一般的美好 别出心裁的想法 极其有趣的游戏 带给大家这样或是那样的感触 而这次的你好星期六 更是带给了大家一番别样的感受 看到这个舞台 真是不得不感慨一去 太美了 在第一个游戏中 模仿长颈鹿喝水 周深就被点名了 只是可惜他劈差方面差了点 喝不到水 他的同伴刘耀文 很轻松的就完成了任务 周深也是全程配合 细心在身边守护 另一对秦潇贤把胯都劈坏了 还是不行 在第二轮游戏中学狼吼 周深又被cue了 看来节目组也是知道周深的厉害之处啊 又有趣又搞笑 综艺节目感十足啊 他和赵小棠比拼狼吼 看看谁的时间长 结果周深的气息好稳 而且周深学狼叫太像了 时间也特别长 达到了49秒 看来周深的隐藏技能 口技是藏不住了 太厉害了 周深在这一个环节 表现也是十分突出 他与赵小棠的互动也特别有趣 有了周深 欢乐就特别多 你们认同吗 看完了有趣的游戏 他与杨丽萍老师合作的 和光同春舞台太美了 舞台演员穿上动物们的服装 在舞台上摆着各种造型 各种颜色 就像是在森林里一样 周深空灵飘渺的声音 真如神仙迎唱般 太美妙了 周深发微博写道 终于终于终于开心 能在你好星期六和杨丽萍老师 一起合作 和光同春这个舞台了 我见到MV里的真人了 而且很感谢人体彩绘的老师们 画了八小时的妆 还有舞蹈老师们 生动的演绎 让我进入了大自然里 真的很生动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 很神奇 保护大自然 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细看这儿 能感受出节目组的用心了 不论是八小时的妆容 还是整个舞台场景的呈现 都太完美了 妆美 景也美 这样的场景真的太绝了 还有舞蹈老师们的 生动的演绎 太让人有情景感了 仿佛带着我们进入了 大自然 一品大自然的美好风景 周深那灵动的声音 一瞬间就能够将大家的思绪 拉回空灵的状态 而杨丽萍的舞蹈不必多说 她的舞蹈就是对于人类艺术 最美好的诠释 没曾想这两个人居然合体了 呈现出了一幅绝美的画面 周深 杨丽萍 同台演绎 何光同春 这优美的歌声 这曼妙的舞姿 感觉被他们拉到了 世外桃源之中 这是周深和杨丽萍的 首次同台 看到他们两个人 共同呈现出来的这番画面 大家似乎就能感知到 什么叫做艺术了 与周深合作 杨丽萍的舞蹈自带仙气 杨丽萍老师翩翩起舞 穿着孔雀的服装 展翅飞舞 再与周深的嗓音搭配 魅力无穷啊 你好星期六 周深 杨丽萍 何光同春 魅力无穷 你们喜欢这一期的节目吗 侄子花开呀开 侄子花开呀开 是淡淡的青春 就是泡沫 哇 好好听哦 好听哦 我都想给对方扣分啊 风吹来的沙 风吹来的沙 沉默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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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要不要过来的沙 风吹来的沙